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得知了前女友跳楼成植物人的消息 真相大白后,我彻底崩溃了 百月光打过电话来的时候,秦婉正躺在我的身旁 一只手拿着手机接通着电话,另一只手轻轻抹扎着我的脸庞 尤其是在我的泪滞处停留了很久 她没有避着我,我也听到了电话那边,男人捏着嗓子用撒娇的语气 晚晚,下周一我回国,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对不对 秦婉扬了羊眉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她的语气温柔中又带着一些宠溺 阿婉,我想引起她的注意,却又被她一个手势给打断掉 秦婉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些烦躁和我从没看到过的厌恶 我自嘲地笑了笑,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挂断了电话,她依旧低头看着手机 应该是在回那个男人的信息,她眉眼弯弯,笑得灿烂 我的心脏猛地一抽,涌出一股酸涩的感觉 阿婉,我心脏疼,秦婉的语气冷漠 疼就去看医生,我又不是医生 我正住了,不敢相信这句话居然会从她的口中说出来 我的心脏不是很好,是打娘胎里带来的 很幸运地是,几年前,秦氏集团为我找到了合适的适配心缘 我才可以活到今天 所以对于秦婉,对于秦家,我总是亏欠良多 情动之时,她一遍又一遍吻着我的眼睛,把我的泪悉吞下 一只手撑在我的肩膀处,另一只手扶上我的胸口 在心脏之处留下一吻 我总是在想,如果是我先遇到的秦婉 她会不会先爱上我,且只爱我 但是现在,三年的情谊就像一场可笑的闹剧 也对,我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 那个人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的手机号 不停地给我发她和秦婉的合照 一起吃饭的,一起逛街的,一起看电影的 还有,一起出酒店的 我猛然想起,这三年里,秦婉出国出差的次数很多 现在想来,大概都是去找她的 我看着手机里那个人发来的这些照片 眼圈逐渐泛红 她还给我发了几条短信 大概意思是让我赶紧主动离开秦婉 还说她和我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我长得有三分四她 婉婉泪清而已 我不甘心,我是真的很爱秦婉 如果生与死的机会放在我面前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僵生,留给她 自从秦婉接到了那个百月光的电话 她回家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晚 直到最后彻夜未归 我起初还能装作不在意 只是会固执地坐在沙发上 等她等到天明 秦婉明知道我害怕黑暗的 她明明知道的 可当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敷衍时 我是真的忍不住了 相恋三年的纪念日 我忙碌了整整一天 做了很多秦婉爱吃的菜 因为她从没有缺席过 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纪念日 这次也绝对不会 从白天等到黑夜 我蜷缩在沙发里 双臂紧紧地还住自己 我给秦婉打了很多个电话 可都没有人接听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就放弃 我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对自己说 直到最后的电话 彻底扯断了我脑海里紧绷的 名为理智的最后一根弦 电话接通 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什么事 男人的声音有些着急 旁边还传来阵阵流水声 我没有说话 电话那边有些杂乱 可我依旧能清清楚楚地 辨认出秦婉的声音 他的声线有些不稳 说的话断断续续的 带着些娇 又有些牙 你 你能不能专心一点啊 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电话的那头两个人在干些什么 琴 电话嘟的一声 就被人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无力地垂在一旁 脸上早已不知不觉间布满了斑驳的泪水 我合了合眼 忍住了眼底的酸涩 整个人被笼罩在黑暗里 慢慢被吞噬 我的心脏一抽一抽的 疼得像是快要就要死去 如果我死了 琴婉会替我感到伤心吗 大概率不会吧 她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 我的确是应该离开了 一开始和琴婉在一起 我就预想过会就这么一天的到来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琴婉答应过我 开始和结束 都是由我选择的 但我不甘心 我要听她亲口宣判我的死刑 当我再次有意识时 是被刺眼的灯光黄醒的 琴婉大抵是没有想到 我会在客厅里等着她 一下子便摁开了客厅里的所有灯 我抬起手挡住了那刺眼的光亮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琴婉先是看到满桌的饭菜愣了愣 随后意识到了不对劲 沈厅 她看到了被沙发挡住大半的我 快不向我走来 我的状态很不好 嘴唇没有一点泄色 面色苍白 眼底一片惨红 琴婉呼吸至了一瞬 抬起手下意识 想要浮去我脸上的泪水 对我躲开了 我垂下眸 与她错开眼 我不想从她眼里看到如此残败不堪的我 阿婉 我轻声说 声音低沉的像是气声 让人觉得无比的疲惫和脆弱 琴婉顿了顿 她似是知道我想说什么 解释道 沈厅 公司今天事情很多 所以回来比较晚 你 阿婉 我打断了她 你刚刚和谁在一起 我抬眼看她 眼神里充满了痛苦 她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都没有开口 我在一直都在等待着 等着她能给我一个解释 哪怕这个理由不充分 哪怕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假 我都会欺骗自己 说她还爱我 但是她没有 她提前回来了 我刚把她送到酒店 果然如此 就这样吧 就这样到此为止吧 分手吧 像是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合了合眼 三年时间 我沉浸在了这场 不属于我的爱恋当中 现在梦醒了 我也该离开了 琴婉很明显地放松下来 像是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既然你选择分开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猛地抬眼看着她 就这么想让我赶紧离开吗 阿婉 我只问你一句话 在一起三年 你有没有爱过我 我的声音颤抖 眼神里充满了细迹 说爱我 哪怕说爱过我 琴婉垂眸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没有任何温度 她一字一顿地说着 从未 我死死地盯着她 想要将她此刻的神情 刻入脑海 那你当初那么热烈地追求呢 也是假的吗 我不死心 拼命地压抑着心脏的疼痛 琴婉沉默了几秒 像是有些怜悯我 不再开口 琴婉 说话呀 你是在可怜我吗 泪水从我的眼角滑落 滴滴砸落在地板上 溅起泪花 你要我怎么说 我对你的所有好 都是因为你很像她 现在她回来了 你可以离开了 可笑 真的太可笑了 我简直就是犯贱 非要听到她亲自宣判我的死刑 我会给你一笔分手费 还有一张飞往法国的机票 你 我忍不住了 开口打断了她 琴婉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的情人 还是你见不得人的小三 琴婉有些正主 抬眼看向我的眼神里 多了很多复杂的情绪 我只是不想你 打扰到我们的生活 你不必这样点滴自己 她从来都是这样 一边毁灭我 一边重塑我 我眼神暗了暗 苦涩的笑意不达眼底 缓了一口气 我慢慢地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不用担心 我会走得远远的 离你 离你爱的人 远远的 我低下头 不再看她 用手支撑着身体 艰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这个家里 我的东西有很多 都是刚在一起 是秦婉给我买的 秦婉用三年的时间 教会了我 如何爱一个人 她会专门为我 配备营养师 会给我送花 带我吃饭看电影 即使再忙 也会跟我保持一定的联系 她不会忘记 任何一个纪念日 每次都会为我 准备精心的礼物 还会给我买 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衣服 塞满我的整个衣柜 我慢慢学着她 慢慢地深爱着她 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带 秦婉给了我一大笔分手费 会到了我的银行账户里 根本没有给我拒绝的机会 我把银行卡扔到了 行李箱的最深处 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每每想起这些钱 我都会觉得 这三年的时光 就是一场明晃晃的交易 没有半分感情而言 秦婉真的太狠心了 她给我买了一张 飞往法国的机票 即日启程 这算什么 辞救迎新吗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要我离开她的世界吗 我打电话给了秦婉 电话嘟嘟响了两声 就被挂断了 我只是想跟她交接一下工作 毕竟我现在还算是 秦氏集团的一名员工 秦婉不接电话 索性我就打给了她的助理 刘特助接起了电话 声音却莫名地有些虚 沈总 刘特助 我想跟你交接一下工作 我的声音透着浓浓的疲惫 刘特助迟疑了几秒 似是有些不忍心 沈总 秦总已经撤销了您的职位 并且 并且什么 并且换了一个人 担任您的位置 我没有说话 得到这个答案 我并不是特别意外 只是不知道 这个人会是谁 是谁 刘特助顿了顿 无奈地道 秦总出国留学的白月光 我的手忍不住地抬起 捂住胸口 缓解着疼痛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从基层一步步 坐上了这个职位 而他竟然可以直接空降 顶替我 原来我梦寐以求的 却是别人唾手可得的 我挂断了电话 心像是被刀划过 痛得鲜血淋漓 秦婉是懂得 怎么让我心死的 他太了解我了 之所以没有拒绝 这张飞往法国的机票 是因为秦婉 曾在那里流过学 很不想承认的是 我是真的没办法离开秦婉 我像是一条阴暗爬行的恶虫 靠着秦婉试舍给我的一点养料 度过余生 我想去一个有他痕迹的地方 出租车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 车牌号 我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因为那是秦婉的 他的白月光 不是已经提前回来了吗 那他这又是在干嘛 难道就这么不信任我 非要看着我一步步远离他吗 我无意识地扣了扣虎口 却又猛地停了下来 这个行为在这三年里 其实都已经快痊愈了 秦婉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说 这是一种轻微的自残方式 需要多加关注 我不在乎这些 秦婉却非常在意 他遏制了我这个行为 每天回到家 都会检查我的双手 表现好了 就会给我一些奖励 我总是会沉浸在他对我的关心中 久而久之 这个习惯也就慢慢消失了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的病只有勤婉能治 所以我现在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拉着行李箱走进了机场 办好托运之后 便坐在候机室里等待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 要来了一个口罩 遮住了我的脸 我不是很想碰到他 但有时候 命运就是如此的凑巧 但他不是来送我的 他是来接人的 我没有见过秦婉的白月光 所以我认不出 此时此刻站在他旁边的人是谁 如果是他 实话讲 我并不觉得我们俩很像 很难想象出 电话里和秦婉撒娇的人 居然长得如此硬朗 他的五官立体而端正 透着一股子凌然正气 一双灿若星辰的眼眸里 透着沉稳而坚毅的光芒 不像是个学生 倒像是个警察 隔着人海 我仍然能够清晰地辨认出 秦婉的身影 他的模样 早就刻在我的脑海中千万遍 我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 朝那个男人张开双臂 两个人叙叙地拥抱了一下 我极度地快要发疯 我是真的很想冲过去 把他们两个人分开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过往的人群 把我和秦婉分成了两个世界 我没有勇气再踏出这一步了 光是站在这里 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力气 飞机没有延误 已经开始检票了 我戴上了鸭舌帽 缓缓向登机口走去 经过他们身旁的时候 我忍不住地抬眼看了男人一眼 眼神里尽是落寞和不甘 如果非要找寻 我们两个人有什么相似点的话 大抵是眼下都一颗明显的肋脂吧 秦婉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 我看到那个男人接过花 冲着秦婉眉眼弯弯 笑得灿烂 然后听到他说 婉婉 我好想你啊 他撇到了我 像是炫耀一样 冲我挑了挑眉 我觉得有些好笑 秦婉是怕我会不死心 所以特意跑来机场 再在我面前希望爱嘛 那他大可以放心 我虽然爱他 但我有尊严 在这场棋局里 我永远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失败者 但我衷心的希望他能够幸福 再没有了任何的留恋 我转身踏上了飞往法国的航班 我很早就在巴黎买了一个公寓 拿我这么多年 在秦氏积累下的积蓄 房子不大 但足够我们两个人居住 我知道 秦婉其实特别放不下他的艺术 喝醉的时候 他总会拉着我 弹起他在巴黎上学时的往事 他给我看过那时候的照片 女孩手捧奖杯 自信且热烈 那是一个鲜活有生命力的秦婉 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他有一个独立的画室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总会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里面 没日没夜得画上几天 秦婉说 在没有遇到我的日子里 画画是他唯一发泄情绪的途径 那遇到我之后呢 我不解地询问 秦婉当时愣了愣 随后轻轻一笑 捧着我的脸 缓缓地将唇印在我的唇上 他用行动给了我答案 没有人进过那间房子 就连我也不曾进去过 秦婉总是会笑着对我说 再等等 再等等就给我看 直到我们最终分开 我还是没能看到那些话 应该是不属于的东西 自然也就与我无缘 落地法国巴黎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陌生 我找不到任何熟悉的事物 和人交流也只能用英语 我唯一知道的一句法语 就是Jakim 秦婉常常跟我说的 我爱你 站在巴黎的街口 我突然有些迷茫 我打不到车 这边没有打车的平台 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我自己 不过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阿姨 她是中国人 跟着丈夫一起来法国生活 好巧不巧 她居然是我的邻居 她的丈夫是一个浪漫的法国人 会在车的副驾驶 准备满满的一捧玫瑰花 即使没有了爱情最初的赤诚和热烈 可她们的爱情 仍然没有被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侵蚀 我被她们的爱情所感动 垂下眸子 一顺不顺地盯着左手中指上的银剑 离开秦婉 这是我唯一带走的 与她相关的物品 相恋第一年的纪念日 烛光的映衬下 她撩拨着我的领带 又一脸无辜地望着我 喘息苏苏软软扶着我的耳边 我擒着她的手 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 呼吸灼热粗喘 谋中摄取的欲望喷泻而出 秦婉总是很喜欢看 我在床上忍耐的模样 她会轻轻地吻着我泛红的双眼 然后掠过我眼下的那颗泪质 想要吗 她总是这么问我 回答她的 只有我的低沉的闷哼声 第二天 当我醒来的时候 秦婉已经去上班了 床头还留着一封手写信 当我用左手撑起自己的身体 想要拿过那封信时 我看到了中纸上的那枚银戒 没有过多的繁杂的装饰 只是简单的墨比乌斯 我的呼吸置了一瞬 墨比乌斯寓意着永恒 我以为我们会这样 一直幸福下去 回过神来 我轻轻巴撒了那枚戒指 眼里是画不开的落寞 在法国的生活 的确是很难过 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语言 偶尔走在巴黎的街头上 行为一个接着一个 我总是想要从这些人身上 寻找着秦婉的身影 哪怕只有一丝的想象 但都没有 日子是新的日子 月色却是旧的月色 我想我应该是又病了 苏仪为我介绍了一位 华人心理医生 我本是不想去看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心病 没有解药 可耐不住苏仪的百般劝阻 为了不让她担心 我还是找了个空余的时间 去了医院一趟 为什么说是空余的时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 我是真的很忙 我想让自己忙碌起来 能够不再低迷 消沉下去 于是我准备在一国他乡 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我准备开一家小酒馆 因为只有在宿醉的夜晚 我才能利用酒精 见到我梦寐以求的爱人 这件事不断地提醒着我 我还活着 经营一家酒馆 相比于管理公司而言 简单了不是一点半点 我用三年的时间 向秦婉证明了我的实力 A大金融管理系的高材生 我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和上司的信任 很幸运 因为我遇到了秦婉 他百分之百地信任我 秦婉曾依偎在我的身旁 情意朦胧时 他满眼爱意 等以后结了婚 就把公司画到你的名下 我笑着吻他 说他是个婚君 哪有人要把自己的公司 拱手让给一个外人啊 秦婉却摇了摇头 眯着眼睛轻声说 你从来都不是外人 我把那当作了秦婉随口说的玩笑话 并没有放在心上 曾经的我们也很相爱 虽然是因为这张脸 回忆起真正在一起的那个夜晚 在鲜花和烟火中 我和他相吻 那是一个无比绵长的吻 我不敢用力 只敢轻轻地含住他娇嫩的唇瓣 鼻尖萦绕着他那浓烈的玫瑰香 他纤细的腰枝抵在我的臂弯 我的胳膊慢慢收紧 想把它融进我的骨子里 我的声音又哑又沉 带着难以察觉的隐忍 秦婉 不要离开我 秦婉没有回答我 只是温柔地用指尖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在他面前 我总是忍不住泪水 我看到他漆黑的眼眸中 蕴含着炽热的神采 我看到他眸底硬称出的我 我想 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 打车到了苏仪给我的地址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喷泉 周围的一切都很悠然惬意 进去后我才知道 这里是一所隐蔽性很高的私人诊所 基本上不接受陌生人的预约 医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 姓莫 他始终神情淡淡 只是在刚见到我的那一刹那 正了正 但我能够确认的是 我从来没见过他 都是些很寻常的检查 在国内勤晚陪着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 只是这次变成了我一个人 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于是直接和他开门见山 莫医生 我只是来走个过场 我这个病很难治 我也不想治 还得麻烦你和苏姨仨个慌 莫封闻眼点了点头 低头翻了翻我的检查结果 半晌之后 他摘下了眼镜 揉了揉眉心 我能看出来 他很疲惫 沈厅 你是不是曾经失忆过 我愣了愣 失忆 我仔细回想了下这么多年的记忆 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 我很确定 我的记忆都很完整 莫峰没有说话 只是蹴了蹴眉 他解释说 检查结果显示 我曾经的那场心脏移植 压迫到了我的一根脑部神经 导致我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 我迟疑了几秒 很努力地回忆着 到现在为止的整个人生 可我真的没有发现 我忘记了什么 我可以对你进行一定的心理干预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忘记什么的话 我抿了抿唇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拒绝了 莫峰并没有过多地劝阻我 文言只是轻轻地恩了一声 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意识到忘记了什么 只能证明那些事情 与我而言并不重要 既然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那就更没有回忆起来的必要了 我离开了医院 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酒罐已经初见雏形了 对于我来说 最艰难的就是语言不通 翻译器用起来很是麻烦 我想我可能是缺少一个 同时会说中文和法语的助理 之后的几天 我在华人街上招聘到了一个助理 是一位年轻的留学生 名叫安迪 小姑娘有着年轻人 才有的年轻和朝气 她总是很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其实安迪并不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 一同来应聘的 还有几个法语专业的中国留学生 但我还是选择了她 因为我总能从她身上看到秦婉的影子 不是现在的秦婉 而是留学时候的秦婉 一个我只在照片里见过的 鲜活四溢的秦婉 没有想到 我现在也开始靠晚晚泪清度日 就像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苦楚 悄悄侵蚀着我的内心 每一次想起秦婉 都会带来一股深深的苦涩 像是一口难以咽下的苦果 一切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酒馆经营得很顺利 我本来以为酒馆开业之后 我会经常待在里面 享受微醺给我带来的美好 但我猜错了 在巴黎的这一年里 我去的最多的地方 竟然是秦婉留学的学校 我总是坐在校园的长椅上 合着眼听着风花雪月 听着朗朗书生 听着那些晦涩难懂的法语 感受着时间的消逝 秦婉和她白月光的订婚 登上了国内的微博热搜 我点进去看了一眼 便退了出来 已经不大能够想起她了 但伴随而来的 却是彻夜彻夜的难以入眠 我又去找了莫峰很多次 希望她能够 给我开一些著眠的药物 久而久之 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她经常会来酒馆小酌一杯 也会听我借着酒意一遍一遍的 呢喃着她的名字 她有一段长达五年的恋爱 深爱的结果 最后却是惨遭抛弃 我们俩都是爱情里的下等人 我找了一个纹身店 准备将虎口上的伤疤 用纹身给盖住 老板问我想要纹什么 我想了想 又摇了摇头 我没什么想纹的 和秦婉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想过 要去纹一个情侣纹身 但是现在没机会了 老板没有再问我 只是比对了一下 我的伤疤的大小 等完工之后 我才看到上面用艺术题 写了一个词 老板说是liberty自由 我垂下眸 轻声笑了笑 我早就没有自由了 生活于我而言 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开春 酒馆里迎来了一个熟悉的人 机场有过一面之圆的 晴婉的白月光 我从没想过 会在法国遇见她 她喝了两杯酒 支着下巴 坐在把台对面 声音带着些沙哑和低沉 我知道你 沈厅 我没有说话 只是清明了口杯子里的酒 男人自言自语 说着些什么 眼神越来越迷离 应该是喝多了 我本不想搭理她 直到她低声喃喃道 秦婉跳楼了 我挣住了 大脑一片空白 心脏猛的一紧 我失去了理智 冲上前一把 捏住她的衣领 你做了什么 你都做了些什么 秦婉那么爱你 为了你 连我都可以不要 仅仅一年的时间 我只把秦婉 交到她手里 一年的时间 她都做了些什么 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身份 去管这件事情 可她作为秦婉的未婚夫 这个时间点 不陪在她的身旁 居然跑来巴黎喝酒 沈厅 她没有反抗 只是避了避谋 声音苦涩又无奈 秦婉从来都没有什么白月光 她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她骗了我们所有人 我一下失了神 慢慢失去了力气 男人没有了支撑 无力地瘫倒在吧台上 什么意思 什么叫都是为了我 男人名叫陈毅 不是什么白月光 她是秦婉的表哥 和我当初猜的一样 她的确是一名警察 她和我讲述了一个 我从未听过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秦婉爱了我很多年 在我原本的记忆中 我和秦婉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酒吧的包厢里 包厢里很多人 绚烂的灯光 映照着 盛满拉菲酒的高脚杯 宫愁交错间 暧昧的色调 麻痹了人们的心 秦婉在他们之中 没有被这奢靡的 氛围所干扰 只是端着一杯酒 和着眼 听着台上的人唱歌 我走过去 准备将酒 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但不知道身后是谁 无意间推散了我一下 手中的酒没拿稳 碰撞的声音惊到了她 还好没有碎 我松了口气 这几瓶酒顶的 上我好几个月的工资 要是打碎了 后果真是不敢想 她注意到了我 抬眼看过来 微微一愣 准确地说 包厢里的所有人 都注意到了我 气氛突然一致 我有些茫然地抬起头 和秦婉对视了一眼 她蹴了蹴眉 站起身来 攥住我的手腕 将我拉近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其实没有用很大的力气 但我的身体 太敏感脆弱 轻轻一碰 都会留很长时间的痕迹 秦婉松开我的时候 我的身体有些微微颤抖 手腕处也变得通红 她好像是喝醉了 用手扶了扶眉间 不好意思 她喝多了 可能是把你认错了 旁边的一个男生解释道 我顿了顿 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扶了她一下 让她可以稳稳地坐到沙发上 传闻 秦婉有一个深爱多年的百月光 前几年出国留学 深造去了 两个人因此分开 我没有在意别人的眼光 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 就转身离去 轻轻带上了包厢的门 我背靠在墙边 忍不住用手抚摸着那处 被秦婉钻过的地方 眼角像是被酒气熏上了点红 秦婉身上 有种让我很熟悉的感觉 但我仔细想了很久 还是没想到在什么时候遇见过她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是我忘记了她 我的确是失忆了 因为那场心脏移植的手术 我失去了所有有关秦婉的记忆 忘记了我们曾经非常相爱 忘记了我们曾经在大学校园里的所有时光 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所有 和秦婉的初次相遇 不是在包厢 而是在我们两个人的母校 秦婉在出国留学之前 是A大美术系的学生 我们两个人相知相识相恋 是学校里公认的模范情侣 虽然大小节和穷学生的爱情 任谁看都没有未来可讲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很相爱 就算是最后 秦婉收到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仍然是没有分手 我笑着把她送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 看着她一步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 发光发亮 我由衷地替她感到开心 我不希望自己是秦婉的束缚 我想成为她的依靠 所以在她留学的这几年 我发了疯的读书 经常瞒着秦婉 坐在图书馆里一夜又一夜 我凭借着优秀的成绩 拿到了秦氏集团的实习 offer 慢慢开始接触和她有关的一切 我太想给她一个未来了 却忘记了身体根本不允许 我这样肆意的妄为 长时间的熬夜让我的心脏负荷更加严重 秦婉请假飞回国来看我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心脏移植手术迫在眉睫 却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适配员 我已经接受了这一切 只是有点放不下秦婉 我不想看到她的身旁有其他任何人的存在 但如果有人能都像我这么爱她 我想我会很开心 阿婉 别哭 秦婉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一声一声地换着我的名字 她说 阿婷 再坚持一会儿 求求你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噩耗突然传来 秦婉的哥哥 也就是秦氏集团当时的总裁秦四 出了车祸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 满脸都是鲜血 面目全非 我都无法想象秦婉当时的心情 她该会有多么痛苦啊 十几个小时的救治 秦四最终依旧是没能扛过 医护人员告知秦婉 秦四的心脏和我的适配程度高达90% 可以算是最符合心脏移植的选择 听到这里 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变得一片空白 所以 我现在的心脏 沉溺悲痛地点了点头 我无力地合了合眼 怪不得秦婉总爱将头贴在我的心脏处 聆听着心脏一声声跳动的声音 那是她的哥哥 从小护着她 把她是做珍宝的哥哥 签署同意书的那一刻 秦婉该有多难过呀 在那之后呢 我忍住了嗓子里的酸涩 陈毅深吸了一口气 抬眼看着我 手术很成功 但是你失忆了 你忘记了和秦婉有关的一切 我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怎么会忘记秦婉呢 我怎么能忘记秦婉呢 那个时候秦婉该会有多么难受啊 最应该陪在她身边的我 却忘记了她 我双眼泛红 双手攥紧拳头 指尖狠狠地牵进手心里 痛苦刺激着我 让我有片刻的清醒 那她为什么不与我相认 我的声音低雅 像是在自言自语 因为秦明 陈毅的声音带着些许的无奈和悲伤 原本秦婉的计划很完整 她想搜集到所有秦明犯罪的证据 将她送进监狱 只是这个计划里 我的出现是一个她没能预想到的变数 忘记秦婉之后 我的生活回归了正常 我没有再去秦氏集团上班 秦婉为我安排了另外一个工作 离她很远 在没有将秦明这件事解决之前 秦婉本是不打算和我相认的 她不想把我牵扯进来 她怕事故重演 酒吧是个意外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秦婉在包厢里看到我的时候会那么震惊 她那是在害怕 她害怕 我会像秦四一样 成为秦明的猎物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演示就变得更加明显 于是秦婉便将计就计 设计了一场鸿门宴 百月光本就是无中生有 是我太蠢了 我的眼神危暗 藏住了眼底的苦涩 阿婉啊 阿婉 我的阿婉 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收尾了 秦明那个人阴狠恶毒 为了金拳什么都能做 秦婉不想让你有任何的危险 所以陈一清叹了口气 没有继续说下去 所以秦婉要我离开她 离开中国 甚至是远走高飞 我闭了闭眼 心底涌上一股酸涩 机场的那次相遇 是因为陈一要回国处理 五年前秦四的那场车祸 秦婉早就看见了我 所以拜托陈一陪 陈一陪她演一出戏给我看 如果我再多坚定一点 如果我不曾怀疑过 秦婉对我的爱 结局会不会因此而改变 五年前事情发生之后 种种事迹都在向世人表明 秦四的离去是一场意外 但秦婉不相信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 秦四的车技不是一般的好 年少时期 秦四经常换了身份 去地下参加赛车野赛 偶尔也会带着秦婉 兄妹两个人都很喜欢刺激 新鲜的事物 那辆货车的速度虽然很快 普通人可能躲过的几率 几乎为零 但秦四不一样 秦婉始终坚信 车祸是人为 但是当时的状况 不允许她说出来 如果真的是有人故意为之 敌在岸 她在明 秦婉恐怕会有危险 于是她瞒着所有人 悄悄联系远在国外的陈毅 两个人默默地调查整个事情 事实证明 秦婉是正确的 车祸的确是有人故意为之 是她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叔叔 秦明 秦婉和陈毅 用了六年时间默默调查 搜集了很多这些人犯罪的证据和事实 想找个机会 一举将他们一网打尽 秦婉从始至终 想的都是以自己为诱饵 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 她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陈毅的声音讲到这里 已经近乎破碎 她低哑着 艰难着说出这句话 我突然就明白了 每天晚上 秦婉为什么不解释 为什么明明想要挽留我 却又狠心地看着我离开 她不想我留在她身边 不想我被卷到里面 不想身边人有任何的意外 秦明知道了你 找了个和你很像的人 顶替你的存在 那些什么白月光的谣言 都是秦婉自己放出去的 她害怕你会受伤 她瞒着你 一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跑 她 别说了 我缓缓地闭上了眼 眼眸忍不住地颤抖 巨大的悲痛 几乎席卷了我 眼泪一滴一滴地砸落下来 我仿佛听到了 心脏破碎的声音 是我亲手放弃了秦婉 陈毅递给我了一份文件 我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脑袋里嗡嗡的 我忽然想起了 秦婉那句 被我当作玩笑的话 结了婚就把公司给你 你从来都不是外人 我的心脏有种绞痛感 全身的力气仿佛瞬间都被抽空了 陈毅顿了顿 随后低声说 沈厅 秦婉需要你 我彻底崩溃了 买了第二天最早的机票 我和陈毅不敢耽误一刻 飞回了国内 落地的第一时间 我换了一身西服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秦氏集团 我很想去医院看看秦婉 哪怕只有一眼 但我知道 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参加秦氏集团的股东会 多讽刺啊 秦婉刚刚住院 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拿取自己的利益 生怕自己会失去一些什么 秦氏集团是A市排名前几的上市公司 多少人都在背后 默默觊觎着这块大肉 想要伺机将其一口吞下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 站在首位上的刘特柱 看见我就像是看到了亲人 我们曾经在一起共事了三年 太多的夜晚 我们几个人靠着几杯咖啡度日 苦苦支撑着公司 走过了很多艰辛的历程 我把文件甩到了那些人的面前 秦婉将他名下的所有股份 都转移到了我身上 包括他哥哥的 那些人恐怕一辈子 都不可能想到 我居然是是集团里股份最多的人 这些都是秦婉准备好的 他早就预感到了有今天 没有会如此放心地 将自己的所有身家 交给一个外星人 秦婉更是利用了这一点 将他们耍得团团转 在座各位有两个选择 我努力地压抑着内心的苦涩 一字一句说道 一 安安稳稳地继续待在集团 在秦总没有醒来的这些日子里 听我安排 二 我拉长了尾调 眯着眼睛 审视了在座的一圈高层 最后落在角落里 秦明的儿子秦俊头上 秦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 至于他的儿子嘛 二 就像秦二公子一样 收拾东西滚出公司 我是有私心的 他们父子俩不知道在背地里 给秦婉使了多少绊子 阿婉会等 我可不会 我不紧不慢地 把秦俊这么多年贪污犯罪的相关证据 摆在所有人面前 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秦二公子 是你自己走呢 还是让我请你呢 我拍了拍手 几个保镖大汉 推开门走了进来 我需要杀鸡给猴看 我需要让他们安下心来 好不容易安稳好离切 我坐在秦婉的办公桌前 电脑旁边是一张 已经泛黄的老照片 那是两个人青色的合照 照片里的人身穿校服 女生须须地靠在男生的肩上 我见过这张照片 在秦婉的手机壳背后 我也曾借着酒意 将它紧紧地抱着 哑着声音 一遍又一遍地质问他 照片里的人是谁 他怎么说的来着 我用手盖住自己的眼睛 轻轻笑了笑 眼泪从指缝中悄然滑落 他说 那是我的白月光 医院里再次见到秦婉 我的心像是被密密麻麻地 戳下了针孔一样 钻心地疼 秦婉闭着双眼 呼吸极清 仿佛下一秒 就要消散于人世间 他销售得很厉害 那手腕纤细脆弱的可怜 感觉稍稍用力 便能折断 陈毅和我说了 很多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 包括秦婉是怎么出事 昏迷成一个 可能再也醒不来的植物人 我攥紧了拳头 一切都是因为秦婉 即使他现在已经入狱 被判为死刑 可我还是觉得不甘心 像他这种人 就应该百般凌辱 折磨至死下地狱 五年前的那场车祸 秦明天真的以为 只要半倒秦寺 计划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直到秦婉担起了大梁 一步一步将秦氏集团 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秦明才意识到 秦家儿女每一个都不容小觑 陈毅曾提醒过 他要小心秦明 可秦婉当时却有些不以为然 后来他才知道 秦婉根本就不担心 秦明会做些什么 这么多年的筹划和密谋 秦婉和陈毅缺少的 就是将案件重审的奇迹 六年的时间 秦婉越做越强 也越来越得民心 秦明已经快忍不住了 那个派来顶替审厅的白月光 明显不是秦婉的对手 手脚不干净 被秦婉找到了背地里勾三搭四的证据 如果我当时再仔细地看看那条热搜 就会知道订婚只是一场误会 秦婉从来都没有什么白月光 他爱的 从始至终都只有我 是我太不自信了 现在秦婉他们所掌握的 已经足以扳倒秦明这一行人 但秦婉不甘心 他想要秦明血债血偿 A是郊区的一处微楼顶 秦婉瞒着陈毅将秦明约在了那里 他想要以自身为诱饵 刺激秦明 将这么多年搜集的证据 一份份陈列在他的面前 秦婉笑得灿烂 二叔 没想到吧 你以为弄死哥哥 秦氏集团就是你的了吗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他缓缓上前 一步一步地逼近秦明 只要我在一天 你就始终别想得到 不属于你的 终究不属于你 话说到这里 秦明还是很沉默 没有说什么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秦婉望向他的眼神里 多了几分恨力 转眼前却又消失不见 反而戴上了几次怜悯 听说二叔年轻时 就被我父亲压一头 秦明瞳孔微微一震 秦婉察觉到了这微弱的变化 又加大了力度 你的儿子又被我和哥哥压一头 可是真窝囊啊 秦明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来一把扼住他的喉咙 窒息般的感觉缠绕心头 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束缚 禁锢住 无法自由地呼吸 秦婉他早就知道 秦明拥有很严重的躁愈症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 他需要彻底地激怒他 空气仿佛稀薄又稀疏 每一口呼吸都让他感到窒息和无力 但秦婉笑得更加灿烂了 他特意画了一个美美的大红唇 在昏暗的环境下显得妖野又美丽 仅凭这些还是不够 秦婉需要的是明晃晃的杀人动机 于是在两人挣扎的时候 秦婉悄悄挪到了微楼边缘 一次剧烈地挣扎 秦婉借力摔下微楼 至此 秦明罪名落实 再无翻身的可能 而秦婉也从高楼坠落 昏迷至今 隔着玻璃 我正正地望着秦婉 像以往的千百次一样 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描摹着他的脸庞 我想让他睁开眼看看我 想再听到他唤我一声阿婷 想再听他说一声 Jet Im 医生说他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微楼的高度虽然不高 但是他的身体恢复状态不是很好 分别的这一年里 秦婉一个人扛了太多太多 更重要的是 秦婉的求生欲望不是很强 医生允许我进到重症监护室里 他想让我唤醒秦婉的求生欲 我轻轻走近 捧起他的手 放在我的脸庞 泪水一滴一滴砸落在他的手上 我闭了闭眼 阿婉 我轻声换着他 看着他的脸 我的脑海中一顺一顺地 闪过我们之间的所有回忆 从法国离开的前几个小时 我联系到了莫峰 心理干预的时间不是很长 醒来的时候我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秦婉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不要丢下我 求求你 奇迹没有发生 秦婉依旧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但还算比较好的是 新电图的起伏程度更大了些 他听到了我说话 我笑了笑 带着一些无奈与宠溺 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我把他的手 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前 扶过身轻轻地在他的眉间 留了一吻 阿婉 累了就多休息会儿 不过 我的声音带着一些哽咽 然后又坚强地让自己笑出来 休息好了 要记得醒过来 在那之后 我开始在公司和医院两头跑 不管有多忙 我总要回到医院 陪着晴婉一夜又一夜 我总是期待着 在某个夜晚 晴婉醒来的第一眼 就能够看到我 尽管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 但我始终都没有放弃 陈毅也经常来看他 喝多了 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埋怨自己 为什么不看住他 可是我们都知道 晴婉这个人说一不二 坚定的事情 不可能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你会一直等着他吗 哪怕晴婉再也醒不过来 陈毅哑着声音问我 我垂着眸 声音坚定而又温柔 会 我顿了顿 又抹撒了一下左手的银戒 他还欠我一个戒指呢 泪峰留在床头的信里 秦婉许诺说 如果三年之后的我们还在一起 凭借着这枚戒指 可以找他换一枚钻戒 我一直都在等 等着他给我换一枚钻戒 很多个没有睡意的深夜 我都在仔细回想着那些 我丢失的回忆 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秦婉 原来第一眼爱上的人 真的会反反复复爱上千万次 那间秦婉不让我看的画室 我悄悄进去过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偌大的油画 有一面墙那么大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 那上面的人是我 很多年前身穿校服青涩的我 这幅画很明显还没有完成 自我走后 秦婉大抵是没有再碰过这幅画 小骗子 我轻声呢喃道 有些人穷极一生 去探寻永恒的秘密 但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知道 永恒的单位不一定是时间 爱的期限也不止有一万年 等待是无期徒刑 而我心甘情愿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